他在跟 江蓉敢跟你赌 先看来臭不可问 我敢跟你赌 先看来臭不可问 不喜欢讲这些很无聊的内幕 你知道内幕吗 因为你当劳工局长 他跟马英九的过往 当然不是一般的 一般的政官 或者说是一般的国文学董事长 所以我说这件事情有两个层面来看 你从林森文讲说 他担任他的竞权的总顾问 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 什么叫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前面已经有了 好大一捆的稻草 那这一大捆的稻草是什么 你说你们不要都怪到 我林森文身上 我告诉你 他忽然这个时候看起来 是因为担任我林森文竞权的总顾问 但是前面已经有 好大一捆的稻草 那捆的稻草就是说 他跟叶光石之间 过去已经有好几桩的事件 使得他们两个人之间沟通 尤其在有关于高底的业务上面来的来讲 就像刚才一张讲的 就是说其实已经有很多的 彼此之间的看法的差异性不满 那未来还能不能走下去 我想欧静德的请辞 就是说我走不下去 当然就是说大家的判断 就是说他会不会只是一个请辞 只是个政治动作 然后等未留 以我对欧静德这个人认识 我就不会 那你说他这个 他的讲法 或者他的木料人的讲法说 之所以没有两 要同时两个两个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就是也不是眷恋 而是说辞了董事长之后 反正董事长改组之后呢 我再离开 表示负责 我也能接受这样子的讲法 总之就是说 今天我在看 我们在看欧静德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回到一个基本的事理层面 台台湾高铁作为一个准公营事业 那我们认不认为 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下面 还没有到选举的时候 如果是不是叫做台湾高铁 他不叫欧静德 他没有这么的政治的敏感性 如果他是其他的一位的董事长 他跳出来说 我们来来去帮 比如柯文哲 台电 中游 我要帮 当柯文哲的竞选总部 或者当兵手中的竞选总部 这个很好 我们不应该对他怎么样 我想我们的看法会不会不太一样 宣企刚才一直强调这一段 我们现在跟马银酒关系很好 你不觉得大家请朝而出吗 你不要再讲那个 好像有多有制度的样子 我内还在出选 我只是说 我只说纯粹看一个董事长 即使我认识欧静德很久 我也认为这个人不错 那我觉得可以给他掌声 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来讲 我认为叶康石抓的那个基准点 背后有没有政治动静 我不知道 就像车车春节说 我知道很多 我没有知道很多 我只说在这个点上面来讲 对一个公营事业的台湾高铁 同时亏损还很严重 还不断的要求要展颜你的债务期限 让他能够活得下去的 将着一个事业的董事长兼执行长 在当下去兼一个候选人 即使是高人气的候选人 你认为适不适合 你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 我也认为不适合 站在国民党 国民党真的像你那么有制度 那么有规矩 算了吧 国民党 蔡巳伟 蔡巳伟你要不要先回几句 我在想 这个 我们看在眼里 这个 从一个拼装车到现在完成的这个高铁 我们也看到他转折期的问题 那整个事件加起来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信任欧金的这一个人 所以你是肯定他 你不是像向荣讲说他干的很难该走 那国民党里面会不会因人设事 就是因为你 因为你是我的人 我就不管你 你要清楚 谁去服选都无所谓 不是我们国民党中央不愿意请朝而出去服选 而是国民党党内就像我们台中市啊 我们三个人在初选啊 台北市连初选定日子都还没有啊 他们连登记都还不是候选人 怎么请朝而出去办法呢 是吗 我刚刚看了个新闻 你们那个什么前国代前省议员 在台中搞一个三海屯发展联盟 抛出弃福旧党 你们党也都没有下命令 都跳出来了 说要把福晋生的党还在初选 这些都跳出来表态 我们台中市市已经登记 而且是三个人确认了 现在初选之间 因为他们是属于台中市的 台中县员台中县的红派 红派这些到老过去都是 那胡静德说 我是台北市民 我支持原认文啊 这些倒好出来讲过了 是因为我们已经确认 那台北市是还没有 连日期都还没定 你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要是开始登记初选以后 那国民党就可以包括政务官 或是说国营事业的人 就可以请朝而出去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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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所以我说你要讲清楚 这个不是第一个 台北市跟台中市是不一样的 时间都还没定 台北市连定还没定 大家这个各自来表示我要参选的意愿而已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国民党台中市也还没有 虽然在初选之中也还没有提名 但是提名完了以后 那么党才会派人 我们党才会出发 去辅选我们党提名的候选人 而不是政府 政府当然政府要中立 政府是要中立的 但是党一定会辅选大队就会到 如果他当初他还是高铁董事长的时候 欧静德如果是高铁董事长 我们叶部长讲得很清楚嘛 他应该把自己职务做好嘛 OK来蔡教委 我觉得其实 我其实本来不想回应这个 但是因为蔡警察委员一直在提 我觉得还是要澄清一下 他一直肯定欧静德表现有多好 有多好有多好有多好 事实上就一个 这交通委员会的委员来讲 我实在是完全听不下去 我为什么刚开始想要说 我非常同意的老师讲 说这个叫扭曲 其实政治阴谋 大家可以讨论 我觉得差于放后 可是国家的这个积分体制 是不可以被破坏 什么意思呢 我光举去年 去年交通委员会要欧静德来报告 因为高铁说要涨价 欧静德是不来的 欧静德是不来的 我们把 因为欧静德你不来嘛 我怎么知道你们家里面 到底谁跟谁不合 对我们立法委员来讲 欧静德不来就是你叶框石的责任 所以当场朝野的委员 痛批这个 这个月框石 月框石那个脸 在当天我无法理解 他一阵清一阵白的 不知道怎么办 事后我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了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他叫不来嘛 他叫不来 但他又不敢讲说 我部长叫他来 他不敢来 他不敢讲这个 所以他又不愿意挡炮弹 又一步叫不来 他就起虎难下 所以他为什么那一天 脸一阵清一阵白的 我现在终于可以理解 今天交通委员会是有议决 就是说欧静德辞职这件事情 是不得未留 而且他是蓝绿立委 你要知道交通委员会 其实是蓝维比较多的 他今天可以看到 欧静德其实是做的真不好 要不然就是他在立法院没有朋友 不然今天就是说 他一定要辞职这么大的动作 你怎么没有蓝维 跳出来帮他说话 是议决全体的同意 就是说不得未留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还蛮难看的 针对联军来讲的话 这条台北市场的参选之路 还没有开始党内正式起跑 就已经感觉路途遥遥 好像中间的关卡 洞啊石头啊 怎么会这么多 前几天说连房东租个房子 房东都会有意见 现在又出来告诉你 讲说欧静德这个情形 马总统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不会是他很大的一个主力 会是这个样吗 在今天肖龙的专访上面 好像也提到这个问题 来 宽宣 好 我们就来看的是 连盛文在今天接受 资深媒体员 躺向我们的专访时呢 就被问到一些相关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马总统 有没有赌你的参选呢 连盛文这么说 他说啊 我不认为马总统本人 会有这么多时间 去做一些 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的事 国家有这么多 大大小小的施钥馆 马总统不可能花时间 打电话给民嘴 去说长道短 接下来被问到说 是不是要让马总统来站台呢 连盛文就说 不管怎么样 马总统是党主席 如果党部有安排 当然欢迎 这也绝对是会发生的事 我觉得很有趣 我们怎么可能拒绝 自己的党主席站台呢 这真的是很微妙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 你要接受专访 用试潜词 大概的话蛮精准 当然要啊 我不认为马总统本人 会去做这件事 第二个 他觉得有很多事 发生在他身上 是匪夷所思的事 OK 第三个 他觉得有人打电话给民嘴 说长道短 对 但是可能不是马总统 这不就是透露出来是这个样 那至于这个问题呢 这个题目应该我如果记得没错 湘龙问的是 你会不会邀马总统站台 湘龙应该是这样问的吧 是的 好 我们这个有点写错 应该是邀马总统站台 为什么 让马站台跟邀马站台是两回事 主动跟被动的感觉不一样 胡志强市长在我们节目 面对所有的媒体专访的时候 也问了这个问题 胡市长的回答跟这个异曲同工 题目是会不会邀马站台 主动是 回答是被动是 不管怎么样 马错是党主席 党部有安排 我就欢迎 那我当然这当然会发生 我觉得很有趣 我们怎么拒绝自己党主席站台 但是麻烦不要问我 我会不会邀他来 因为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我会不会邀他来 这很妙吧 这很妙啊 那跟马总统之间有关系 而且这个本人 所有的那个意在悬外之意都出来了 我觉得你真的不要再害我 要去讲那个人的名字 就是马总统分身 然后当时要从美国快要回来的 那个人的名字 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 好像对这个名字都不能直接讲出来 跟他有什么关系 跟他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觉得是连正文 他的意思是 他觉得有人在做 是不是马总统本人 是啊 就是我说从美国要回来的那个人 对 那当然了 就是我也是奉劝 连正文不要那么天真 不要以为你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然后在那边等了十几个小时 然后好不容易握到了那双手 然后你就觉得可以笑名恩仇 对那我们讲 就直接讲名字好了 就是金普聪 对不对 那也许他当然 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马总统分身边的人 没有那么闲啊 那他旁边的人 也有可能会去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再谈到这个 就是说 马到底会不会出手 去砍连正文这个部分 我今天来的时候呢 刚好有一个 就是 好就是我见到了一个爆料 他是说今天要公布的 友台要公布的 一个很有趣的民调 就是连正文跟柯文哲 还有这个顾立雄 三个这个数字 我先透露给大家 他说连柯顾 这个数字是45比33比7 连柯顾 对 连正文 大胜柯文哲 那郭姐 这个是友台做的这个民调 但是这个民调的数字 跟我之前 就是我昨天呢 接到了柯文哲内部的 这个民调的爆料 其实是一样的 就柯文哲的这个阵营 就瞬间掉了10% 就是以连正文参选之后 再加上他之前的一些诗言 他的这个柯文哲的民调 掉的非常的厉害 所以为什么柯文哲 现在很急要去求见苏贞 好那我们这是其中的一个话题 那我另外要讲的一个话题 是友台又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民调 他把这个民调的重点 就放在了丁守中 他这次拉台丁守中 我到现在 我刚刚到现在还没拉到数字 但是他跟我这个爆料人工讲说 丁守中的民调 跟柯文哲非常的接近 也就是说呢 就是说他们可能要做一个氛围 就是说今天丁守中 其实并不输给连正文 对 他们全要拉台丁守中 所以也许今天丁守中出来选 其实我并没有像连正文那么差 OK 对 那我觉得这当然后面 有没有就是有一股力量 你觉得都是有人在出手做这些事 对 就是其实我就说 连正文你不要那么天真的 不要有一握一个手 然后他就会放过你 你就知道一场选战 中间会错综复杂 柯靖德辞职 为什么跟连正文担任他的 所谓的市政总 问有没有的关系 为什么要去看马总统 而连正文如果他自己 他参选以后 会不会包括请马总统来站台 或是他自己觉得 有没有人在赌他的感觉 所以那个用字潜词的回答 很精确的 我不晓得 你那整个的感觉上来看的话 就是你显然意有所指 就是这个样子 讲白了就是这样 大家就是没有讲出那个人 我是台北市民 那你现在一直是 台北市民的角度 你说这个南京国民党的 这个内部的角度 我都觉得是很荒诞 当然是马恩九 你六年来施政这么糟 这是一切的核心 包括你今天变成票房毒药 才为你后面的 到底要不要他去 对不对 他来到底怎么办 这是票房毒药的问题 那重点是 你自己变成票房毒药 你今天站在这个党的立场 你到底对这个党的 这个政治生命的延续 对台北市长的人选 你到底有没有培养 那你不行 那如果你培养后面行也很好 看起来也没有 所以大家在那边乱抢了一团 然后重点是 连正文大家表态的时候 是不是他想要的人选 如果今天是他的 他的body body 大概都不会有这个问题 也不会什么旁边人 什么搞 连正文就不会吃了这么多 什么小菜大菜的 吃这么多餐 瞎搞一通 所以我们要问的是说 你今天一个站在国民党立场 变成第一个 马恩九因为市政这么烂 没有反马 变成是一个唯一的检验标志 听手中为什么 这个这么专业 不行 因为你不反马 人家问他 为什么反马是重要 反马代表说 对过去这六年 连你们都忍受不了 你们想改革 那你听手中一副说 我要改变 我要做 但是你对于过去这六年 好像可以忍受 你这个感觉就跟很多人不一样 包括跟我看到很多 深男的都不是这样 很多深男的 连马恩九不能忍受 结果你可以忍受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也是刚刚讲说 SN7车都来跟着连正文 然后你很多人都心酸 你第一个反不满满 是第一个指标 你盯手中没过关 我是觉得 第二个是说 过关的连正文 问题是专业行不行 今天一个市长 不是只有这一部分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从一个难营的立场 当然是我们 从一个台北市民立场 当然是希望 政党都能够推出什么 如果说做得不好 真的是有改革锐气的 第二个就是 要在团形 第二个就是要知道 未来就要有能力了 希望两者兼具 现在就很惨 一个是有专业 一个专业不行 然后在那边弄来弄去 搞得一大糊涂 这个严格讲 这是国民党的悲哀 那你今天 所以我是觉得 为什么这次柯文哲 人气会这么高 你民进党某种程度 也是这样 这个老的没有锐气 然后新的太精 出不来 变成一个党外的 在那边弄 这个都是整个政党 甚至今天走到这里 很根本的问题 丁手中自己也知道 他说这个不合乎 政治常轨 问题你们都是 国民党中人 所以我最后问的是说 你今天我们在谈 连胜文这些 跟马银九这些 自知结结 都在看 是 看热闹之外 我们其实要问 这么样一个政党政治 怎么可以搞成这样子 还要让它继续下去吗 所以我说 如果你问我两个选择 我会认为说 至少你这个连胜文 你有种的反到底 如果这样子 就表示连胜文最后也不过是个 一个为了当选的政客 你到时候跟丁手中吞下去嘛 捡到什么 捡到篮子都是票 那你全面里发生什么东西啊 可是这整件事情 如果赵刚春去讲 蔡全伟 只有反马才有票吗 真的要这样吗 万一要是市长出选 万一要是你出了之前 要代表共产党的话 会不会要马站台 会 我如果当 出选我当选 我一定会要马英九主席 来帮我站台 是主动邀请 是 所以你大概 你大概不太有机会邀请马英九了